是发生了一起害人听闻的性侵案 这是一名寄住在舅舅家的18岁表哥 居然是恩将仇报 对年仅13岁的表妹伸出狼爪 性侵表妹长达7次 差点就被舅舅给打断腿了 而法官认为这个恶狼表哥恶性重大 因此重判他50年徒刑 刚满18岁的表哥居然变成了色狼 性侵害13岁的表妹还多达7次 害人听闻的案件发生在新竹市 一名高中刚毕业的男学生 因为父母离异投靠舅舅 没有想到表哥发现小表妹 和小男友偷偿禁果 竟然以此作为要挟 强迫表妹和他发生关系 不然就要把事情宣扬出去 表妹心生恐惧就将前后7次 遭到表哥猥亵性侵得逞 东窗事发之后 好心收留外甥的舅舅 气得拿棍棒教训色狼 打断表哥的左腿还告上法院 法官也认为高中生寄住在舅舅家 不但不知道感恩 还恩将仇报对未满14岁的表妹 性侵害多达7次 各处7年两个月徒刑 总计50年的徒刑 重重严惩 二郎表哥 二郎表哥